今天买了什么? 今天买了这个 紫番薯 今天教大家做那个紫番薯糖 那天我的一个女朋友教我做 非常非常的好吃 为什么今天这个颜色是这样的 应该是也OK 应该是紫色的 怎么会奇怪 反正就是紫番薯 它是越南的 奇怪了 它这个外面的颜色是紫的 但是里面是黄露的 好,我们现在就是把那个紫番薯 削它那个皮削掉 有一个站我得去找它 我这个是在超市买的 那天买的是紫番薯 但是它上面写的英文也是 sweep it all proper的紫番薯 怎么会里面的肉是黄的呢 有点奇怪哦 等一下来打电话去问超市 我买了一包大概是2块6 有四个这样 三四个这么大 2块6 然后我们现在就把这个皮给削了 它这个还有点黑 这黑就把它切了就好了 行 然后我们这边已经准备了姜片 姜片也是要切一下 好 然后我用的这个姜是老姜 你不要用那种年轻润的姜 用老姜 用老姜会比较香 好 老姜准备好了 然后我们来切这个 这个 紫番薯 奇怪了真的是奇怪 那天我的是 是紫的 今天怎么会是黄色 好一样的做法 然后呢 紫番薯 这个番薯 红薯了我们叫 就把它切片 然后你可以切稍微薄一点 好就容易熟 你不要切太厚 你喜欢大片小片 这个是很随意的 好 然后还准备呢 买了这个泰国的 泰国的这个龙眼 然后呢 我们可以这个 把这个姜片呢 丢进去先 姜片先丢进去 我姜片洗一下 我这边已经烧了水了 我们已经把那个姜片 放进去了 给它煮一下 完了之后呢 就可以把这个 红薯 我们叫红薯 放进去 然后呢 再把你喜欢的这个 是那个 泰国的这个 龙眼肉 放进去 好 我这个是买的食饭 卖饭 卖 卖饭锅 卖饭锅 非常好用 好一会儿就可以开吃咯 煮十分钟 还有一个就是 煮这个翻熟的时候 最重要把这个片冰糖 放进去 如果你喜欢甜一点 你就放两片 如果你喜欢没有那么甜呢 一片其实也够了 可能放一片小一点的 两片够了 然后一会儿呢 就可以开动咯 好 刚才我已经开火 火一关小一点了 然后现在已经六分钟了 差不多可以了 然后呢 这个番薯汤 就差不多可以了 我刚才看了一下 我自己摆乌龙 今天这个是 日本番薯 不是紫番薯 OK是我自己搞错咯 但是也是非常好吃 好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装盘了 已经好了 这个日本的这个番薯 很糯 还是很好 还是很好吃的 这样的话呢 你再咬一点这个龙眼 然后这个是黄色的日本番薯 下次我们可以煮 紫色的 这个黄色也不错 再咬点汤 好 好吃的 Japanese sweet potato出炉啦 所以你有空在家 也可以做这样的番薯 这样我们叫红薯 非常的糯 很好吃 你可以去超市买日本的 然后有空可以做这个 好吃 开动啦